欢迎收看113年8月31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吴沛山 马上带您回顾本周的重点新闻 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车墙拆除过后 民众可以直接从靠台上看到内部的施工状况 最近就有民众发现车站地上多了一个童星园 就像是与头上的云朵天井相呼应 原来是中央大厅的地砖即将完成 大家都很期待新车站的完工 有民众是天天来监工了解施工进度 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车墙 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 现在从平台上方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施工状况 现场都会有民众驻足查看 像是这位大哥表示他天天都会来 我每天都走路来这边 看看他们进度怎么样 很关心我们高雄的建筑火车站 现在用了很久了 现在从上方俯瞰 就可以看到车站多了一点童星园 就好像与头顶上的云朵天井互相呼应 对比上个月的状况 可以感受到工程不断的在推进 民众也都很期待车站可以赶紧完工 感觉满心满大的这样子 会啊因为就是刚从小游球回来会经过 对我是特别来就是去玩南回铁路了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的捷运也算台湾 除了大北部地区比较完善的地方 对我之前跟同学住这里的同学看了 蛮喜欢高雄可是又收不了高雄就是天气跟空气 不然其他点我都很喜欢 是我想我们整个高雄车站在 2018年的10月夏立通车的时候 整个夏城市的广场是呈现一个半圆形的情况 那目前整个工程正继续在赶工中 那预计我们在12月份 会整个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一个面貌 目前预计在明年1月 可以开放北中南地下三座地下空间 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 工期也终于进到了尾声 中央广场也架起了历史墙 让民众可以回忆这20多年的工程长跑 整个这个标的工程会在 今年的12月中旬来完工 那后续我们接下来会在12月份 会做相关的一个联络检查 那到时候如果一切缺失都改善完成之后 我们就交给台海公司来做后续的营运 目前地下庄周持续推进 未来三座地下广场也会有同心圆 就像是与每座天井互相对应 车站二阶工程进度将近9成 预计在12月底完工送检 明年就有机会漫步再完整的高雄车站 记者参军高雄报道 衔接捷运红线行进小港与林园的高雄捷运小港林园线 已经完成机电及轨道发包 预计在今年年底动工全线共设7站 总长约12公里 完工后渴望强化小港与林园区产业发展 疏解地方交通 全长约12公里的高雄捷运小港林园延伸线 日前全线机电系统及轨道标已完成发包 即将进入工程阶段 地方认为路线可以舒缓沿海路车流 维护民众用路安全 大家从林园到市区也比较方便 因为起码减少交通阻塞的问题 上下班在沿海路这条道路上 车辆真的是非常多 基于安全考量也是很OK的 也做到市府便民的政策 前面三个车站 那个RL1到RL3已经发包 而且我们进行完成了基本设计 西部设计之后 我们现在在统报阶段 已经年底即将要失控 所以从小港开始 我们往林园的方向会持续往前推进 小港林园县是在地下衔接 高雄捷运红线小港站围轨 小港区内设RL1至RL33站 林园区内设4站 在RL6站后突出地面 于石化二路与工业一路的交叉口 设最后的RL7高架站 我们希望政策面达到所谓的 从路主到林园一车到底 不用换车的政策目标 中间经过了这个林海工业区 经过了高速外园区 还有那个循环产业园区 所以基本上是连接高雄 那个南高雄重要的这个产业聚落 跟串联小港林园的乡亲 目前第一阶段RL1至RL3的土地征收 都已完成 接续会再进行第二阶段的土地征收 及相关作业 而工程还会遇到与国道7号新建 同时进行的情形 届时也会协调工程用地等作业 而工程即将开工 将请民众留意讯息发布 比如说地面下的相当多的 我们前面隧道有相当多的管线 在哪个位置 那需要哪个时间点 大家陆陆续续进行调整 或者是我们的暂体 暂体的那个地下暂体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个指定的范围 所以当它开始失作之后 一定会对现在的这些交通上 都造成局部的一些不方便 我们会捷径工程局 在详细的路段施工进行管制之前 我们会发布新闻 小港陵园县预计在民国 119年年底完工 后续预估衔接 屏东县所属的东港陵园县 将有助于区域经济与人员整合 记者张世民 吴佩山高雄报导 用路人要注意了 高雄市政府为了维护行人安全 今年争取到中央经费5000多万元 锁定男子前证等7区 共16处依照市路口 扩大增设科技执法 取缔闯红灯 不离让行人等行为 预计今年年底前启用 高雄市交通大队 为维护行人通行路权 预计在年底扩大增设 16处路口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不离让行人 闯红灯 以及不依标志标线 号制指示行驶等 违规行为落实执法 持续推动强化行人路权观念 为配合交通局 依照市路口改善计划 预计在年底 扩大增设16处 路口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车不停让行人 闯红灯 以及不依标志标线 号制指示行驶等违规行为 落实执法 持续推动强化行人路权观念 高雄目前有71处科技执法 以前正区10处最多 市府评估科技执法能有效减少车祸发生 减少紧力负担 年底扩大增设16处路口 大多是在学校公园社区附近 民众虽然都持肯定态度 但是仍然看法不一 尤其在妈祖港桥旁 中山寺路和五甲山路口路端 因为旧桥施工导致路口常常堵塞 地方便希望能够暂缓实施 就这样交通就是比较顺畅啊 科技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都是遵守的 只要你出手交通规则 你又不怕什么科技执法 或是警察 躲在什么树荫底下 我帮助 至少不会有 车子突然跑出来的情形 沙漢会不好啦 一个半厘而已 其实说我穿房间 穿白背了啦 现在五甲球一边刚做好而已 交通交通非常混乱 希望说市政府方面 这交通科技执法 可以暂时停止一下 让我们这个 五甲球整个组合 整个开通后 来科技执法 我认为更适合 科技执法是很好啦 但是现在桥还没有做好之前 每天交通很乱 这样下去的话 对市民很不利 最好是等桥完全施工完成之后 再来做比较妥当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呼吁 设计科技执法设备的用意 是希望用路人能够提升手法意识 培养正确路权观念 达到防治事故之效果 让行人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尽请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营造安全有序的用路环境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道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在近五年调整了107处的小型路段 取消了机车两段式左转的规定 机车组可以直接左转 或自行选择待转去停等 这一个改变受到了机车组的普遍肯定 但也有其是表达对大路口左转 专用道设置的期待 期望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也能缩短等待时间 高市府交通局在近五年来 调整有107处路口 单向两车道以下小型路段 机车可进行左转 或是行到待转去停等 机车组普遍给予肯定 表示可以不用在高温太阳下曝晒 但多数女性歧视面对往来车辆 仍然担心感到不安全 宁愿选择到待转去停等 现在我们天气都是蛮热的 所以说待转真的是 对机车组来讲是一种痛苦 那有一些比较小的路口 我们如果取消待转的话 我觉得对机车骑士来讲 会比较便利性 但是我建议还是大路口 以安全性来讲 还是要有待转区为主 我觉得当我们如果到了一个 比较不熟悉的路况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还是会 乖乖的就是两段式 可是熟悉的路况 当然是会觉得直接过去就好了 但是其实像我们摩托车 跟大车汽车 其实我们都会希望 开车的大哥们 就是到了路口的时候 还是要减速一下 对啊 行车安全第一 可以直接左转 当然就比较方便 因为就是不用再去说待转 然后要再等一次那个红绿灯的秒数这样 所以对等太阳 又就是高雄夏天非常的热 所以想说就是判断说 其实对象没有相对来一次 就可以就慢慢往左边靠 然后就这样转过去 高市府交通局则表示 配合中央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 可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后 已经将多数开放路口 两段式左转标志取下 但机车代转区则保留未突销 就是让用路人自行选择左转方式 依照灯号指示来通行 交通局因为是因应这个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这个法规的原则 就是在这个近年来在市区 这种单向两车道 而且道路的形态比较单纯的这个路口 已经陆续的有取消 大概107处的这个路口的机车 强制两段式左转 那改成不强制两段式左转的话 就是让用路人可以判断说 当时的路况是可以直接转过去的 还是说需要使用带转区的话 还是可以保留这个带转区线来使用 是可以啊 我觉得是好的 自行判断 我觉得我们摩托车族的 就是可以自己判断 对 为主啊 就是用意是好的 只是可能驾驶自己在一个 骑车的安全上也要有一些经验 不能说很盲目就是不左看右看 然后就直接这样切过去一定会有危险 机车组则认为市区许多号制停等时间过长 好不容易等到绿灯 为了转弯下个路口 必须行驶到带转区进行停等 就是需要再等一次红绿灯 而在这等待时间中 对机车组来说 用路权相当没保障也不合理 希望相关单位在小路段开放机车左转后 也能多加规划单向三车道以上的大路口 设置机车左转专用车道及耗制 进空路口降低违规 缩短而待转时间 保障了行人 也整体提升行车安全 高雄左营眷村改造又有了新进度 其中拓宽尾六路 预计是在今年年底开工 明年年级启用 联合礼活动中心目前正在整修周 今年年底前可以启用 并搭配规划移构公园 让左营眷村成为台湾眷村改造典范 贯穿建业新村和和群新村的尾六路 可以从军校路直通和群新城 是居民进出的主要道路 市府计划将它拓宽为双向四线道 预计今年底开工 明年底启用 因为它那边还有一些树木 路灯路杆之类的 都必须还要照做迁移 那未来的计划 那天已经也大概敲定了 预计会有用八千万的一个预算 然后把这条 大概还剩下365米的一个路长 然后要准备把9米扩宽成20米 另外左营眷村附近几个 里都没有里活动中心 在里长们争取之下 文化局规划其中一栋眷设 整修成联合里活动中心 供个里使用 让里面和长辈多一个活动的场域 那未来我们期待这个地方整修好之后 不仅有眷村的纪念价值以外 还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能够有一个休憩的地方 然后让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里面做年移 然后让我们大家能够回忆 过去眷村的一个感受 因为现在其实眷二代 现在已经迈入老年的七十岁左右了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让他们不要再有太多时间去等待 尽快把这边的东西一些 福利的一些事情把它做好 至于部分老旧的眷设 由于修缮经费庞大 将以保留主要眷设为主 透过招商引资的方式 启动核心保存区的修复 呈现新旧共存 并且搭配规划移构公园等公社 完善生活机能 只是碍于说全面都要做眷设的保存 没有经费等于是白坦 那如果说把中间该有的这一部分给保存下来 然后两边又做高密度的开发 然后把金这个价钱又寄注到中间来做修缮的经费 我觉得这个是解决了我们一直很以来的问题 有很多长辈 那他们其实现在有的都迁到外面去 那他回来看的时候是有一个怀念的味道 左营眷村的改造案定调为新时代眷村 未来将朝向人文居住 文化休闲 交通运输和产业进驻 四大机能发展 达到新村旧眷的交融形态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学校快开学了 左营国中的通学步道 还在施工当中 行走难免会不太方便 但学校已经在施工范围外 加辟临时人行道 并且通知学生和家长 将接送区变更到校门口 保护学生通行安全 施工机具正在校园外的通学步道进行施工 将原本大块的地砖移除 铺设水泥铁丝网打底之后 再重新铺上小型的地砖 之前就是因为路数窜根 造成地砖隆起路面不平 学校和家长都很担心学生行走容易被绊倒 在施工之前 在人行道也有跌倒 我们当家长也会很担心 现在看到有这个工程在进行 我们也是觉得说 政府还有学校都蛮用心的 要鼓励群人的安全 我们现在都是用的比较小型的 一个连锁的砖道 保证人行比较安全 那这下面的铺面我们也做了加强 期待这个能够使用20年 让民众都能够非常的有一个很好的用路环境 不过因为左英国中通学步道第一阶段的施工期要到9月底 学校8月底就要开学了 因此在开学之前 学校也加强通知学生和家长 将接送区变更到校门口 施工范围外也另外增辟了临时燃行道 希望能够减少施工造成的不便 绝对是兼顾到新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工程的内侧有一个安全护理 那在外侧也有钢制的安全护理 那人行在里面它可以双向对通 那其实我们有制作纸本的通知单 那让小朋友贴在联络簿 让家长先知道说 在施工期间我们的接送区会在哪边 先跟家长建立一个默契 那我们在施工后呢 我们也广邀校内的导户志工 协助引导 学校基本上都会有导户 在早上或下午 那所以我想只要大家多注意点 应该都是非常安全 学校正面都有规划了 那大概就是它会往 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接近 学校中间的腹地 这边集中这边 而第二阶段的通行步道施工 还会接续进行到博爱路 左星图书馆和立大路 学校也会要求施工单位 降低施工噪音 减少对学生上课的干扰 我们第二阶段会开始施作 博爱路跟立大路的部分 但是这三者全部都会在年底完成 那我们希望分批完成 让民众的使用 他所受到的冲击 还有学生上下学的人流 他所受到影响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分流的措施 因为我们工程重机区的施用不多 那基本上 而且距离教室其实蛮远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施工 并不会对教学造成困扰 学校大部分都会利用暑假期间 进行校园环境的改善工程 开学之后 工程难免还会延续 只要做好学生上放学时 大量进出的交通规划 就能够避开施工造成的影响 记者赖昌邦 高雄报道 高雄南区焚化炉已经建制超过20多年 设备老旧需要重建 环保局近日召开空厅会 倾向以BOT促餐的方式 引进民间资金兴建新厂 但在地居民担忧无法监督 近百人联署要求维持现况 希望能在双向沟通 未处高雄小港的南区焚化炉 每日处理垃圾量为全高雄之冠 今年迈入了第24年 已经达到20年的使用年限了 设备老化炉矿不佳 但改建方式争议了6年 近期召开多场工厅会 环保局倾向以BOT促餐的方式来建新厂 引进民间资金 但在地的居民担忧没办法监督 近百人联署要求维持现况 市政府事实上只推一个方案给我们 就是BOT 也就是民间出浅民间经营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跟里长 还有我们现在开始在每一里 针对里民来做说明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的民众提出的疑问 就是有关于将来的垃圾要怎么监督 将来垃圾有没有可能烧得更少 如果南区焚化炉采BOT的方式 居民们担心未来厂商会希望垃圾烧越多越好 居民对环境污染会有疑虑 不过环保局说明新厂会设有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24小时连线监测空气污染物排放 数据公开透明也可以随时上网查看 但目前小港区有约三分之一的里长 支持公办公营 在地居民也希望重建的方式能再双向沟通 政府监督的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 分烧量或者是为了赚钱 赢利为目的 燃烧一般外面的私人公司的一些 有毒的废弃物 受害的第一线还是我们周遭的这个居民 在地居民表达诉求 希望能先做完整的可行性评估 该如何达到顺畅处理垃圾 以及维护南高雄空气品质的双赢局面 希望市府能说明各方案的优劣 在下决定 记者张世民纪元高雄报道 左营车站附属开发大楼 也就是在高铁左营站站前左侧的彩虹市集 由于新光三月与铁道局在年底约满 因此办理重新招租 地方看好重新整理内部环境与柜位 打造一个适合在地人 也适合旅客的多元场所 位于高铁左营站 由新光三月百货经营十余年的彩虹市集 将在今年12月足约到期 铁道局将办理重新招租 彩虹市集坐落在车站专用区的东北侧 临近高铁站 不仅吸引外地客消费 在地民众也经常光顾 既马我就走路散步到那边去逛一逛 想吃东西就去吃 吃完再散步回来 一楼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就是各式各样衣服啦 鞋子啦 对对对很多 就这样子逛一逛啊 我觉得这样子也还不错啊 现在目前的彩虹市集 它比较偏向于就是美食的商店街 那当然我们还希望它更多元化的一个模式来经营 彩虹市集是左营车站附属的事业开发大楼 由铁道局出租 民国96年动工新建 98年取得实用执照 使用坪数将近1万坪 重新交租的合约租期为20年 期间可再续约一次 再续约不得超过10年 地方更看好重新整理内部环境与归位 打造适合旅客与在地民众 共同消费的多元场所 是不是有娱乐啦 还有商场更多元化的一个模式 让旅客 经过的旅客 来高雄的旅客 当地的居民能够共同来这个商圈 能够休闲娱乐购物 本大楼为地下二层 地上五层之建物 主要商场空间分布于地上一到四层 及B1 B2两层 总面积为31854.2平方公尺 约9635.89平 是希望能够持续推动高速铁路 左营车站周边地区的发展 促成运输枢纽及商圈之整合 那经营方式是以标租的方式 交付民间机构负责经营管理 以提升经营效益与管理品质 左营车站附属开发大楼 初估20年租金加上权利金 合计约10亿元 而厂商进驻营运改善重置费 至少需再花费1.2亿 再加上高铁若进到高雄火车站 将瓜分人流 都将考验再进驻厂商的资本 与风险规划 G95配山高雄报道 原本由南仁湖公司负责营运的 高雄古山鱼市场 在前年10月21号风光开幕后 历经风管整修又重新开张营业 但是游客人潮依旧不见起色 高雄市政府在今年6月19号 公告重新招商 最后由汉莱国际物业管理公司得标 经营权正式换手 古山鱼市场也再度贴上 暂停营业公告 高雄古山鱼市场工作人员 忙着打包整理物件 现场店家也多数不在营运 商行柜子上 原本贩卖的伴手礼也早已清空 因为原本经营两年管理的南仁湖公司 在市府重新招商后进行解约 同时也将由汉莱国际物业管理公司承接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生理一直做不起来 大家一开始开幕都是常先 就是来看看而已 就是没有什么新鲜感 大家就不会想来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色的话 大家就不会想来的那一种 毕竟这边又有就是景观可以看或什么的 就是希望可以有些特色性的东西这样子 南仁湖在这边 在那边如果亏钱的话 他也经营不下去啊 如果汉莱比较厉害 有可能他把他进的比较好 比较好有收入他就敢花钱 要不然南仁湖一直亏钱 冷气也不凉就不敢花钱了 如果游客都不来 选择性就少 选择性少 游客他们不会规划这边啊 有很多地方可以规划 为什么要规划这里 是不是 我希望不管什么团队进来 都一定要借地气 不然如果只是做一个美食街 或者一个比较 这个四处都可以看到的东西 没有发挥我们在地的特色跟文化 还有跟我们推广我们这个 具有历史地位的一个古山芋市场 那到后来都会有 跟不只顾客越来越疏远 跟我们地方也越来越疏远 有香港游客慕名前来消费 听闻古山芋市场 将在9月1日起暂停营业 而觉得可惜 另外也有民众 期待新团队接手营运 要多点不一样的特色 融入在地海港风情 或是给游览车停车空间 才能带进更多人潮 在香港来的 带他放暑假 我看那个YouTube在介绍 对吗 可惜啰 可惜啰 很特别啰 第一次来 有最后一期 就是有规划好的停车场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色性的 可以就是团客进来的那一种 就是会比较方便 多听我们在地的意见 那像之前 有建议的游览车的停车位 可以设法改善 增加我们国旅的来特律 这一点希望 汉奶如果接手的话 也可以做 那如果有地方特色的一些 我们的在地特色的社团 还是饮食 部分文化 都可以纳入 让我们古山鱼市场 不只美丽 还有多元的经营 有符合地方的文化 感谢南能湖公司 长期用心来经营古山鱼市场 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古山鱼市场的支持 与指教 古山鱼市场预定在9月1号起 暂时来停止营业 后续完成点椒后 将由新团队 汉奶物业管理顾问公司 进行内部的整修和招商 那期待新团队的进驻 能为哈马新地区 再注入新的活力 古山鱼市场 未来将以展新的样貌 来跟大家再见 经营新团队的进驻 店家民众多有所期待 当地里长也期许 汉奶物业能聆听在地声音 发挥出高雄地方指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提升当地观光效益 汉奶物业也对外表示 将会为古山区注入新活力 请民众拭目以待 记者李佳龙高雄报导 捷运凹子底站1号出口 设有公车后车停 走出捷运站可以马上转成公车 很方便 但这座公车站 其实已经停用了好一段时间 常有旅客在这边哭等等不到车 因为搭车点已经移到了北侧 为了避免民众感到混乱 交通局准备在年底前 全速拆除废弃公车厅 从凹子底捷运站走出来 想要转成公车 眼前就有一座公车厅 但是等了许久 怎么好像都没有车 这里是凹子底的公车站停 就在捷运站旁边好方便 但其实它已经停用一段时间 在这里是等不到任何公车的 原来是这座公车站停 已经停用一段时间了 但因为捷运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它 职业性就会先往这边走 常常有外地游客 就坐在这边哭等等不到公车 最后才会发现只有北侧有在正常营运 现场就有旅客搞混 找不太到哪里可以搭公车 我走不到公车 我以为要走到那边走 那边 就是往直走啊 所以一开始你都会想要往那边走 公车的凹子底站 但在去年底配合轻轨施工的时候 有将原来的后车路线 集中到北侧后车艇的位置 那现场也张贴告示来导引民众新的乘车位置 过去因为轻轨工程 这座公车站同步配合停用 并且先北移到较远的地方搭车 原先预计等攻击结束后将会恢复 但因为公车司机反应 原先的站点太靠近路口了 公车进出站时会有危险 现在的新位置反而比较适合 所以最后再多方考量下 就站点确定不再复用直接拆除 公车司机那边是建议说 维持在北侧后车艇的上车的位置 较有利于公车在大顺路口的转向安全 那交通局也从山如柳 会把整个公车路线 维持在原来北侧后车艇的位置 那原来南侧的这个后车艇 也将配合今年度的后车艇 泰换的工程来做拆除 但是因为实在太多人搞混了 高市府交通局已经委托厂商 把救站体拆除 未来从凹子里旦走出来 就不用再担心有人站住点了 记得参军高雄报导 高雄有1177个身心障碍停车阁 六都禁高雄市免费停用 但停车阁屡遭占用 甚至有人停放近半个月 交通局为避免身障车位遭滥用 公告10月1日起 比照其他五都采优惠模式收费 计时车位前四小时免费 计次车位半价 预估可以提高车位周转率 高雄市目前发放五万七千张身障停车证 持证者可以免费停车 但是有民众发现 不少身障停车阁被特定车辆长期占用 依规定停同一停车阁超过15天就算占用 虽然交通局发现之后会贴劝导单 但车主移出之后会随即再停入继续占用 据统计全市目前有300辆车 长期占用身障停车阁造成乱象 高市交通局为了避免公共资源遭乱用 公告10月1号起将比较五都 身障车位采优惠收费 另外占用身障车位超过15天 将强制移车 避免占用行为 为了提高身障障碍格的停车 为了周转率 确保身障障碍者朋友的权利 交通局决定实施收费管理 每日停车累计前四小时免费 第五小时停车费率就全额寄收 计次停车阁则享有半价的优惠 外县市的身障障碍朋友 则不论计时或计次的停车阁位 均享有半价的优惠 交通局将持续巡查 及取缔违规长期占用身障障碍格的车辆 高雄市身障碍团体表示 身障碍多为弱势族群 以后全面收费对身障者权益会有不小的影响 市府应延长免费停车时间 并从源头控管加重处罚长期占用者 避免伸障车位遭滥用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身心障碍者 比如说提供一些配套 因为确实身心障碍者相对于其他族群来讲比较弱势 有没有机会说可以再把这个时间稍微再拉长 因为本来它的行动就是不方便 比如说从四个小时我们增加到六个小时 只要它不是有这种黄卡的 这种身心障碍值的这种凭证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车辆 如果它停在这个停车格上 身障的这种停车格上 那政府是不是可以透过罚款 或者是说一些强制的一些脱掉 来抑制这些没有这种身心障碍 来占用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一个 使用上的一个福祉 高雄目前有1177个身心障碍停车格 六都仅高雄市免费停用 交通局比较其他五都彩优惠模式收费 估计可以提高车位的周转率 另外也会加强查核 身障牌照是否有冒用情况 如今查货三年内将不得再申请核发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因应人口持续老化 辅具的需求量不断在上升 高雄市社会局为了扩大辅具服务范围 从8月起在内门区 山林区 前津区及新兴区 新增四处辅具便利站 据点全面覆盖原住民区及偏远行政区 目前高雄市总计有34处辅具站点 提供给民众就近辅助服务 这个会比较稳固一点 像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老人家 如果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话 这一支会比较稳固 打开辅具详细的作者说 这里是高市府设置在凤山的辅具便利站 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 辅具的需求每年都在盘升 这里除了可以评估和租借 还有现场教学 就连故障了也有专人协助维修 现场就有民众来到这里 询问电动轮椅的租借 因为站点就是在家里附近相当的方便 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不希望它用太久 因为服务的种类相当的多 自己适合哪一种 该用买的还是租的 坏掉的该怎么修理 许多的问题都相当繁杂 所以高市府设计局希望能够广设便利站 让民众可以就近处理 不用再担心找不到人帮忙 因为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这个点 就是打电话这个点 然后就比较方便过来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 在我们社区里面就有便利站 这样的服务 那民众就不用大老远跑到我们府居中心来 直接在我们的处逼 我们的社区里面就可以找到评估人员 社会局在内门 山林 钱津以及新兴区 新增了40处府居便利站 据点全面覆盖原住民区和偏眼行政区 目前高市总计有34处的站点 提供给民众就近的府居服务 我们就盘点到我们新兴跟钱津 使用人口更多 所以我们在部件增加站点 在我们这两区 那结合公所或健康站 或者是我们社区照顾据点的部分的场地 来说便利站的增设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每个评估人员的服务案量 每个月大概都在60到80左右 围族的量也都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对对民众来说 是提升的功能性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说我们会更希望 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有设了府居站 那是不是可以开始有更多的 关于社区卫教的方面 也可以提供给民众 今年人口持续老化 许多长照问题都一一服出 为了给长辈和家属更加便利的服务 相关的辅助可能需要不断的调整 人口再老化 但政策不能老 记者三军高雄报道 高雄左营巨蛋附近有一家古早味冰果市 卖的冰品除了芒果草莓等季节限定的水果冰之外 主打的配料是熟滚滚的汤圆 和有着清新香味的桂花蜜 让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也着迷这家古早味冰品 从热锅里捞出好几颗熟滚滚的汤圆 放在刷冰里 再铺上满满的芒果切块 淋上特制的桂花蜜 不管什么样的水果冰 都一定要配上热汤圆和桂花蜜 让阿嬷吃得好满足 而拜网路之次也信许多年轻人好奇上门 连韩国妹也说好吃 看网路的 一般冰店现在比较少看到这种样子的 通常都是比较像学棉冰还是什么 很香很好吃 我妈来 我的儿子带我来 这家冰店不但冰品有古早味 连地里面的吧台也贴上宿色的瓷砖 营造乡下厨房造咖的感觉 店里面的桌椅也很简单朴实 座椅也是选用古早味的喇叭椅 很有时代感 就是这就是那时候跟设计师 讨论出来的结果 觉得用这样就是比较古早味一点的风格 包含像我们店里用的这个 这个喇叭椅 这个我小时候都是常玩具啊漫画都在里面 现在外面比较少见到这样子的椅子啊 对啊 因为这个椅子也是 我还特地跑到工厂去买的 那老板还说 这个是他发明的 这家店的老板就是这位七年级生李英权 因为怀念小时候在乡下吃冰的味道 来到高雄左营开了这家古早味的冰店 意外吸引许多网友口耳相传来品尝 自己也参加市府观光局举办的大港阅兵活动 希望跟大家分享古早味冰品 其实桂花汤芸它其实是在南部比较少见 那因为那时候之前是在北部有吃到 觉得很特殊还蛮不错的 想要找回小时候单纯吃冰的那个快乐 本身也蛮喜欢桂花的 然后吃起来很清爽 我们从台南来了 我们来高雄晚 第一炸太热了就来吃这个 刚刚汤芸是花生跟芝麻 都蛮好吃的 它是热的跟冰这样打还蛮特别的 里面料好多 我们还在找料队料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那老子都可以吃古早味 四八十个都可以吃 反应的古代的味道 创冰的配料白白种 但是像热汤圆和桂花蜜的传统配料却不多见 这家标榜古早味的冰店 却要在时尚环绕的左营巨蛋商圈占有一席之地 就是要出奇才能够制胜 高雄有家饮料店在地经营二十多年 饮料品项超过七百种 让民众有喝不完的选择 还未不定期推出隐藏版菜单 有选择障碍的客人也可以点随便泡 有五种配料搭配果汁或茶类 满满一杯喝了很满足 台湾人爱喝手摇饮 根据统计每年可以喝超过十亿杯 但像这样的饮料店 全台湾就只有这一间 位于高雄市三明区的这家饮料店 光是饮料菜单的品项就多达七百多种 菜单上的品项就超过七百种 还不包含季节限定以及隐藏版菜单 如果有选择障碍可以点这杯店家的招牌饮品 随便泡 很多口味它也可以做综合 比如说像它也可以做苹果 那这个季节的话也有纽西兰的奇异果 对 然后它还可以做 像有季节性的话 像这个酪梨 台湾现在有酪梨 它还可以做酪梨牛奶加在里面 那它的料其实都 下面料是固定的 但是它上面就有很多种变化 基本的配料就有 蒟蒻 椰果 珍珠 西米露 再加上随机的水果 让民众喝下肚有惊喜的感觉 记者手上的这杯饮料 是大人小朋友都喜欢的巧克力冰沙 夜夜夏日来杯冰沙真的好消暑 铺上奶油还有冰淇淋 银布放上一颗坚果巧克力 再用粉红色的爱心造型巧克力点缀 老板娘还会不定时变更冰沙的样式 也提供客制化服务 不论是自己喝还是买来送人 都非常适合 想得到的品项这边统统都有 每一次出门旅行 老板以及老板娘都会记录下特殊的饮品 回到店里试做后再上架 让菜单的品项越来越丰富 借州福庆陈英军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独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我是吴沛山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吴沛山 请不吴沛山 咦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的 快点看一看一看 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 赖好友辅助认证 女儿啊 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 阿花说要帮她用这个认证 赖好友辅助认证 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诈骗啦 怎么可能 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 妈 赖才没有这个好友辅助认证 如果你傻傻点这个 就会被引导到诈骗网页 窃取你的个资和密码 害到更多的亲友呢 蛤 这么可恶哦 可是现在这些诈骗太厉害 我真的是蜡蜡蜡蜡看不出来 妈 你可以上麦狗片 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查看 不然就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问清楚 这样就不会被骗啦 讯息连结不乱点 小心求证最安全 就等待 阿姨别担心 借获来路不明的简讯通知 请先向您的银行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询问 也可上到麦狗片 或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询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 随意点选连结 或填写个人资料 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后来 计计计 现在剩十罐而已 腾手万钓 你就笑不 哇 这样这罐啊 刚刚